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祖他不認識日他也是 對這個他也是把它看得很清楚 就是六祖不認識日的慧能 慧能菩薩他也是 把這個錢都看得很清楚 在修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意思就是我們的 第六意識跟第七意識 第七意識是比較深一點 一般接觸不到 一般我們接觸都是第六意識 第六意識如果說沒有覺醒 就是在夢裡 但是你的第六意識 你第六意識做出的任何決定 都牽涉到第七十 第八十 否則你沒法判斷 你第六意識怎麼 你咋能分開那麼密集的 你甚至感覺不到 你只是說你突然一個念頭冒出來 這裡邊包含著六七八十 你咋分 那一般來說就是在 第八十裡邊他是 還沒有分別你我 這種壞人分離 到第七那邊的開始來 只是這樣子講 只是這樣子講 就是說為了大家搞清楚 有輪迴啊什麼 你這個上一世的信息 怎麼會帶到 既然夢怎麼會帶下來 有一個八十的 有一個護法啊 就是講法的需要 到後面 佛法成了一個 就是大家別錄 別錄講法 你必須說清楚這些 但實際這麼的話 我就覺得 當然說你如果是 喜歡這一方面的話 也可以跟 專門修衛師的那些人去 聊一聊 但是我這邊就是 不願意去把更多的 在概念這邊 就講衛師這一步 很願意走向外弄 我甚至很少七八 少七十這些東西 哦 天長比較 幾個根層 六根六層的信息 因為我們參與到了 就是六十嘛 就是第六一世 第六一世 就是心理學生說的 潛意識 我們有時候說 潛意識 有一個看不見 就是涵蓋了 明樂菩薩的七十八十 這些 你喜歡分析這一關 可以專門有些 搞衛師的這些大師 就是去搞了很多 可以跟他們探討 聊天 嗯 我在地方沒有太深的研究 嗯 但是我自己在師修這一塊呢 中觀這一塊 衛師都涉裂過 也有一段時間 衛師的都去看 也看過一段時間 甚至有一年的時間 幾乎都在看衛師 但是很快就跨過去 嗯 從中觀這一塊 就涵蓋 裡面甚至把衛師的 就很多 簡單的了解一下 就可以過 因為一記那個 韓生大師 他自己修正的 他發現說就是 他說這個香細香 這個香細一直維持的 就是第七一世 他是這麼講 第七一世就是說 你把他看破了 因為他知道 這個像不實在的 因為他細整個的瓦解 所以為什麼我們想說 他要打妻 打佛妻啊 打禪妻啊 我這樣想的話 我覺得要破完 這太久遠了 什麼去分析這些 這個 千萬 你不動是最好的 你不要去分析這些 分析它相以為相虛啊 這全是靜 這個事情 在通道裡面 其實只要用分析的 越細靜越多 無量無別的靜 就全出來 嗯 肝嚏越多 越能到最後 但當夢祖師 他的破相 他也是從這邊下去的 從這邊下手 破相 破相 破相只從你最執著的 那一塊下手 沒有其他 啊 在哪裏執著破哪裏 就能 醫生可能有的人 就執著一件事 嗯 就是你執著的 他就執著這個杯子 他就執著這個柿子 你就破這柿子 就成了 破了這個就成了 好 你管它第幾十 你破完它就成了 嗯 你可以看這方面的手 但不要 這個就比較慢 容易在裏邊抖全群 嗯 尤其是地縫啊 這些 歷史的東西 我覺得可以設定 是吧 因為這樣大家教育啊 什麼 但是我 我後來學 看完一年 然後就放在那裏 這樣 嗯 也沒有很深的 去看一道這個 我都用那些 看一年搞瘋了 看著看著看著 太累了 然後又看 拜訪你們弄啊 看著些民視 尤其是地方看 翻臉實在太多了 哦 那個大部分 折得折得 哎呀我就算了 我覺得 十幾年看著 覺得累了 就算了 空中 握著 就是守掉以後 就是你沒怎麼撐到 用起來就是 那一般我們講說 就是我們 本來自信的這種 啊 本覺吧 就是 他 清楚了這個 咦 這個 我們自取了 被他揍動了 因為一點白 那你就放下 對 一種緩照 就這麼繼續修 肯定 快樂 煩惱不斷的會有 沒有 你整個這一橋路 煩煩惱 什麼都會有 就這麼 反正直接三年的方法 往下修就行 修修修修 就到達了 但是說 我說 我發現我煩惱了 我能放下 這個可能現在不大 除非 真的 除非圓滿了 如果沒圓滿之前 有些能放下 有些真放不行 但是這個也是要自己去欺負說 本來這些都你自取的 你這樣想想就能放下 那你就很厲害了 那你說 我想想就是我分別自取的 但有的人怎麼想他也放下 他又受未慌 可是那個是意識在作用 意識作用就會 會 因為他那個種子 起線型 又會馬上就回去 是 怎麼說也是 都是意識層面的東西 而你受未空 你就處在一個 很長的處在一個 這段時間就是煩了 怎麼樣 尤其病痛啊 或者是什麼這些 是我們簡單想一下 就能解決的問題 很多 這個直播說 一點點小事這個可以 也大的事情 親人的生理識別啦 身體的病痛啦 這些 你怎麼能想一下 再分析也控不掉 那就是功夫 正量 超越時空的那種正量 沒有 還有那種功夫 你的正德 就這麼繼續修 這個路上什麼都會出現 能達到什麼 每一個事情的出現 都會決定 你一顯眼你就知道 你功夫在哪裡 你功夫到達了 卡在那關 卡在那兒突破 卡在那兒突破 卡在那兒在哪兒突破 好 平時這些 平時這些吃飯拿著 所以生意上 這多小時 這都沒事了 別人罵你一下 都說你倆 這都小事 嗯 就是這些都在這 所以卡住的地方 那才是真正看你 那就是我 這就在這兒嘛 啊 卡住你 嗯 如果你們一生都沒有卡住的地方 那真的散爆太大了 真的倒了都 那真的是太厲害了 對啊 一般不會 不會有死 對 只是一般就是說 用對峙的方法 對峙這些 我們講的說 這個執著和煩惱 那時候用的是一種 欸 等於是說你本來的 就是絕照你的內心 啊 知道 就絕照你的 始終絕照自己的內心 始終看著自己的心 你的起心動念 絕照自己 他那次沒氣欲望 是不是在這 始終然後分別執著 你勇起來 情緒起來 肯定是分別執著了 那一直到 一直到也不要再管它 那自己就消失掉了 消失了 消失不了 不動啊 盡量的不動啊 嗯 動還是很煩 那就修法門啊 喬呼吸也吧 還是實驗咒也吧 就是各種法門都用啊 不用啊 不用 擔心服務就在這裡 那它這個 因為它已經動了 沒變了 所以分到不同的關卡 也不同的方法 那用完了 過去了 有個在碰到在 所以說要保定吧 就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第一件事情過去了 這個過去不代表你看透了 可能第二件 一模一樣的事情 你又開始了 還是這樣 就是情感 你這個 你還分手了 你第二個 還是不行 就是一直一直到你破解 永遠不會在這件事卡住 你就算畢業了 就是有時候說 這件事情 因為你的生命時間短 我們可能一生經歷兩次戀愛 或者什麼 我們在情感上 沒有機會再去訓練自己 那這一次這一次 都卡住 那可能我就在物語上 或者名利器 在虛名上 或者利益上 這塊破也能燒的 把這片破 真正的修正有正量的人 比如說你在遇到這件事的時候 你是一個修行人 你修了十年 那麼在破這件事的時候 你可能很快就破掉了 而且也不用很深的進步 就是說很深的要體驗這個東西才能破 就直接一碰 然後很快的就會破 但是那個你修行的人 他可能在裡邊已經 他是在裡邊已經被限制進去了 限進去以後才自己 才能爬出來 甚至還需要別人的幫助 他能撈出來 但是你修行的人 修到十幾年 你不要怕沒事 而一有事自己就爬出來 而且他又陷得起 但是也是看對手了 如果是結束的話 那就很厲害 這個是生活的檢驗 你有沒有分別 有沒有製作最快 在世上破的是最快 我們目的是要承道 那要解脫輪回 其實這些製作不做 我們理論上說的再好沒有 坐在山路裡 再好再清淨沒有 病痛也是一個大考驗 那肯定啊 心理識別啊 什麼病痛啊 這些 衰老死亡這些 病痛你能不找病相 超越你能不找病相 比較難有時候 不舒服得了什麼 有的就像剛才說 得了很重的病或者什麼 這些不著病相很困難的 嗯 你別的像可以不著 比如說你身體啊 什麼這些啊 不著想真的不是說你要死還是拿 你著想你死也著 拿也著 你怕死裡也著 拿起來安著 真的是一個分別 就是頭腦都不斷的分別 你死都要 所以為什麼我不願跟你聊說 不要用為時的東西去分析 因為這種分析 始終不能進入不動的狀態 我覺得不動是最快的 先從不動 讓自己指 然後清靜 然後定 然後進入空 哪怕稍稍有點偏困 但是有佛的正式 就不會 空的時候 你已經開始進入無相的境界 無相 但這個無相還是概念上 然後慢慢再破這個概念上的無相 最後進入實相 實相的時候 你那種不動才真正開始 就是你 你從我自己的修正 你那種不動 一開始是有定理在靠 你不動 反正有的是 你無所謂不在乎 所以不動 有的是你也在乎 但是你有定理 好像 能程度中 那麼像就是淡定嘛 所以 那經歷生意場上 經歷過幾樓成敗的人 也能達到 規定休息人 只是休息人 隨著時間 它更清靜一點 更 好像脫俗一點 或者是什麼 但是你 其實你拿定理科 始終還是有個境界在那 就覺得你有個不動的境界在那 有個定的境界在那 這個 不究竟的 對 有一天 動力相當的 可能這個 談不上動力 不是說它多大 可能就一個小雞毛 就老你 你就癢 你就動了 因為你越厲害 你越剛 越定力越強 但是它 正好跟你是相剋的 就是你那一點 你是你的緣 或者你的真的節 它來了 你就動了 所以有個境界是 你是靠不住的 靠不開 真正的不動 是有一天 你真的是破了所有項的時候 到無處不在的時候 你看到到的 眾生都已經成道 那眾生都在這 都已經成佛了 但是呢 就像寥寥分明 就是說你連成道 因為眾生都成道的時候 你一定成道 就是你會 有這樣的境界 因為你已經 不管你這一刻 你是聾著 啞著 你還病著 或者是沒病著 你已經成了 就是說 雖然在正量上 你達不到 但是在肢節上 你長大到達 就是說 眾生平等 都已經成道了 但是呢 你知道 當你看到這一點的時候 所有的像已經破了 破完了 就是諸像破鏡了 這個世界沒有事可做了 包括你去度眾生啊 紅髮啊 因為你讓自己成道 你不是度自己嗎 你不是度眾生嗎 一樣的 你想讓自己成佛 是你覺得自己不是佛 是吧 你讓自己成佛那一刻 只是看到所有人都成佛 並不是自己這兒 有一個境界在那兒 並不是你自己這兒 有一個說是 成佛的境界放光了 或者什麼 不是 所以釋迦牟尼佛在書下 成道那一刻 他說出來的是 原來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得相 分別製作不能這樣 他說的是眾生 對吧 因為他一定是看到所有的人都成道了 就是說 一切都在到位上 一切都已經成了 他這一刻就不懂了 因為他愛心了 連紅髮這點事也沒有 就是說你去講法或者說法 真的是49年未說一個字 講什麼講 就是都成佛了 有什麼可講 只是 但是他會講 說個不說一個樣 這樣 但這個時候呢 當眾生度安住在到位上 因為眾生如果你沒破進相 眾生能不能可能是不成佛呢 對 那他是他 他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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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差別相 對差別相 因為你破進所有的分別製作的時候 眾生都是佛 對 一切都是佛 一花一世界 一月一如來 安住 你知道這個時候叫不動 真正的不動在這 自信定 就是能言的定 自信定才在這裏 你沒有到達這個時候 那時候 你永遠有一個境界在那裏 快樂的 煩惱的 夜裡的 喜歡的 定的 不定的 散亂的 永遠有境界 其實這所有的境界 來自於你頭腦的分別 所以為什麽為什麽 我不敢說去很多 我不太在我這裏 接受 我是覺得他們都分析得太細了 就是他們本來就愛分析 就是他 你再給他講那麽多概念 你讓他最後破下這些分析 真的是太困難了我發現 讓他放下 再把這些概念清理掉 但是這個很適合很多的 有一些思想的 有一些文化的人去進入 也不是說他不好 我也挺喜歡 像菩薩的遇見識定覽這些 但是我是覺得有的不太適合 這個時候 所有的 這個時代的 最起碼跟我有緣的 遇見不太適合去 沒有去講這個 但是我就是說 而且大家在學六七十 沒阿難 在講這些的時候 就頭腦分析得很細 波動得很 那種很微細的這種 所以就想了 癌症那鬼是屬於一種像 對 因為他還是有法像 對 這個要破 啥時候能破完所有 不找所有像 啥時候能破了這種分別之中 我覺得 就是這樣很慢 始終做不動 它一封信已經在崩 這樣快 你從指定不動 從絕而不動開始 但這個不動是我不動 有一個我 有一個我覺得 有一個不動 你覺得我在呢 從這個有我的不動 一直到最後 眾生都成佛 或者是什麼 一切不著想的那種不動 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你定成安心 算安心不叫定 自信定是安心 安住 安心 不用擔心了 眾生都成到了 沒有關係 這個世界 叫什麼世界 並不重要 都是假名 祝生起什麼名字 不重要 都平等 一定要正到這個時候 你就覺得 無休無正了 才開始進入 殘忍的無休無正的境界 不然從哪個法馬進入 最後都要正到這一點 所以這個是平等位 是 所以不要留戀你那些境界 對 你那些境界 對 你那些境界 永遠在境界裡 安住在任何境界裡 都離世相很遠 對 不再分辨自己 如果是 要講得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有點像 他們講的說 不動靈王 雖然不動 但是很清楚的 那這個王神 你心裡邊 又沒有一個我 就是說 謹稱是這樣子 那這樣就是 安住在那邊 對於所有的一些差別相反 對 管他有沒有我 管他是 因為我們一開始 不知道 自信空是什麼 是的 管他有沒有有我 無我 跟我們沒關係 沒有關係 對 沒關係 是有我的決 還是無我的決 先不分別再說 管他有 有也行 沒也行 不管他 先不懂 安住在那裡 無信心 別人說啥也沒有用 不要被經轉了 你就是本來就是 說啥 別人說兩句 你就轉了 你沒有 明白了 不要被你那些 殘定境界轉 當然是善經經 好的 繼續 所以 所謂的最後 最後的 安心 是來自於那些 那些行政的 沒有那些基礎 十幾年的在那些境界裡摸索 你不可能安心 對 是 這是 是 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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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 有